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CBA季后赛呢,第一个淘汰的球队已经出现,那就是三东南南 随着在广州的主场大比分输给了广州队之后 三东南南呢最终是0比2呢,输给了广州队 成为了本个赛季季后赛淘汰的第一个球队 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啊,因为高诗仁以及陶汉林的那些主力球员表现非常糟糕 加上王涵这个主教练的一些指导方针呢,也受到很多质疑 那么他们在赛后也成为了很多球迷攻击的对象 那么为了能够回应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的深夜啊 高诗仁、陶汉林以及王涵呢,都是接二连三进行的回应 那么从中也能够了解到他们内心的一些最新的想法 首先呢,高诗仁呢,针对自己这一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的话 他没有找借口,一方面他祝贺了郭世强以及广州队的一个好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表示说不会找借口,打的确实不好 他希望能够在下个赛季争取卷土重来,也和球迷约定了具体的日期 所以首先目前来看呢,高诗仁的话是已经进行了一个道歉 他也希望呢,球迷能够原谅他 既然说本赛季已经没有了机会呢,只能够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下个赛季 当然呢,其实啊,对比高诗仁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高调发言的话 这一次确实要低调很多 对高诗仁来说啊,也确实啊,作为一个运动员只能够用成绩来证明自己了 那也很寻味的是,在高诗仁发生表态道歉之后呢 陶汉林的一个回应呢,却列显了有些讽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陶汉林呢,在他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啊 发表了一番动态呢,却没有半个字叫道歉的意思 而且也表示啊,自己呢,已经脱了严重的伤病 坚持打完了多场比赛 他觉得呢,没有任何的缺憾,也对得起自己 也感谢那些支持自己的球迷 那么按照陶汉林的这番回应来看的话 他认为自己呢,做的已经足够好了 没有任何要道歉的地方 在对比高诗仁这一次的诚意道歉呢 看起来呢,这两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讽刺 其实陶汉林这一次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我相信外界的球迷应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陶汉林整体的技术啊,确实是比较粗糙的 而且很多时候就懂得满干 被对方球员刺激之后呢 还甚至上手去扯别人的衣服 挥重拳啊,打别人等等 那么其实这种行为呢,都可以看得出来陶汉林呢 有一种比较莽夫的心态 所以其实这次山东南南输掉比赛 和陶汉林没有任何的关系嘛 肯定不是的,陶汉林也应该为此负上责任 但是从他回应的一个态度来看 我们并没有看到半点要道歉的意思 对比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了 王涵这个主教练呢 则是显得更加的心酸很多 他也不愿意多说 在这次赛后的采访当中 王涵也是明确表示 接下来赛季结束 该是时候说再见了 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要离开山东南南 但是目前外界普遍认为 王涵呢,已经看懂了自己在整个山东南南的一个地位 接下来大概率很有可能会下课离职 所以到底王涵去向如何呢 我们也不妨期待接下来山东南南的一个消息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